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3往下挖14 然后有三个洞 有看到吗 这就很简单了 选这一个面 那么close哦 我现在把它变回是如同啊 现在选这一个面 选这一个面哦 做草图 做草图之后挖三个圆圈圈 一个圆圈圈 两个圆圈圈 三个圆圈圈 随便给一个大侠的给个1就好了 三个都相等按1 AVCD1的1哦 然后再按半径是1 好 还没有玩线框模式 看一下 它这里是不是写直径20 所以距离圆形点是不是都是10 对不对 这个点 跟它的距离是10 按I10 这个点跟它的距离是I 不对 L10 水平拘束按L 这个点跟它 按L 你也可以照图面 它图面怎么做 图面是不是画一个圆 用参考线然后你去圆形去对那个圆 但是我觉得没有比较快 好啦 那这样子做好之后 就很简单啊 弄成如同看一下这三个洞在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边 挖一个M3的孔 深度是14 所以选这个草图 做挖孔的操作 ISO M4 M3 M3 然后深度是14 科罗纹 建模罗纹 更新仕图 OK 来啊 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 再把它设外观是透明的 设透明度 Close 我们来研究看看 看这样对不对 这孔是不是到进来 进来到这里面 是不是到这里的这边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放大来看 你如果放大来看的话 会看到说 这边是不是平的 有看到吗 这边帮我们伸出来的罗纹孔 是不是帮我们导一个斜角 如果你这么龟毛 假设你这么龟毛的话 怎么办 点两下 再把这个叫出来 往下 这边 有没有看到类型 有角度跟平 好 现在选平好了 选平 把它改成平 有没有看到 这就平了 假设这么龟毛的话 但是通常在这里 你知道为什么 这会有一个角度吗 因为我们螺丝锁进去的时候 要一个空间 我们螺丝啊 你 应该各位从小到大锁过螺丝吧 你锁螺丝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孔一定挖的比 锁进去的那个螺丝还要长 这样才可以锁进去嘛 你有没有遇到那种 螺丝太长锁到一半凸出来的 太长凸出来的话 是不是就有问题 所以 这边 当然它这边 要求是平的啦 我们就照它画平的 没关系啦 OK 好了 恭喜你啊 这一体总算画完了 还有哪个没画 这里还有一个洞 这里还有一个洞没画 没关系 你先把这三个螺丝刻完 等一下我们来挖这个洞 好规模仿 好规模仿